女孩找到一份月薪六百的工作 她高兴坏了 要知道2001年 她全家一年收入才一千块 分别那天清晨 小丽把家人的照片放入行 要和最爱的奶奶说再见了 小丽紧紧地抓住奶奶的手 初中毕业后 小丽一直在家做农活 这是她第一次离开村子 奶奶抱着小丽 叮嘱她多血信回家 同村的姐妹催促她赶紧走 忽然会晤了火车转身后 小丽便不敢回头 妹妹们看着姐姐远去的身影 哭成了泪人 一直微笑的母亲 也渐渐红了眼光 春节刚过 火车站人满为话 小丽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 有点不知所措 一整晚她都没敢合眼 坐了18个小时后 他们终于抵达了广州 看着城里密密麻麻的高楼 小丽忍不住感叹 原来楼房可以建那么高 公墓还可以修建在空中 来不及休息 同村的姐妹 直接带她到了一家工厂 谁质疑到这 师父就给了她一个下马 别上 师父有点凶 线路图更是从来没看过 不过万事开头了 小姑娘并没有临正脱逃 两个妹妹的学费还要靠她 在同村姐妹的带领下 小丽很快入职 一到宿舍 小丽就把全家人的合照 默默地放在枕头底下 一个月600块包吃包住 小丽既紧张又兴奋 生活总算是有了盼头 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两点一线 每天勤勤恳恳地上班 然后把所有工资都寄回了老家 九月份家乡迎来了收割的季节 但是今年在田里干活 只有妈妈和奶奶两个人 原来小丽刚走一个月 爸爸也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有了父女俩的收入 家人的生活总算好了一些 两个妹妹再也不用为学费发愁了 这天家里收到小丽的来信 里面还有一张小丽的照片 妈妈看着照片笑开了话 在奶奶的催促下 妹妹兴奋地拆开信封 亲爱的妹 爸 妈 你们好 莱莱 你的身体还好吗 干掉了 妈妈 家里 这龙婆婆吗 我想家里的道歉快成熟了吧 今年就是一个龙婆季节 爸妈 不要为了干活 就不顾自己的身体 妹妹妹的身体还好 在这里要听爸爸的话 在学校上老师的话 爸妈都不要为他们的学费而担心 我为自己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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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员和户口他们只能选一个 无奈 他们只能把小丽寄来的照片看了又看 一转眼三年过去 21岁的小丽已经成长为一名熟练的技术人 今天是个好日子 常理今年效益不错 小丽作为优秀员工 被奖励了2000元奖金 面对镜头 她又开心又害羞 笑颜如花的她 决定用这笔钱回家过年 为了省下车费 她已经整整三年没回家 看着车窗外熟悉的景色 小丽很激动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三年了 对比高速发展的南方城市 小丽河南老家的村子依旧落后 她快步走在迷迷的小路上 朝思暮想的亲人终于出现在眼前 妹妹大叫一声 姐姐回来了 一家人都跟着沸腾起来 跟离别那天一样 小丽紧紧拉住奶奶的手 再度哭红了眼眶 不过这次是喜悦的眼泪 奶奶79岁了 比三年前更苍老了一些 母亲依旧微笑着 她反复打亮着三年不见的女孩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瘦了瘦了 这次回家 小丽给每个人都带了离别 二妹的项链 三妹的电子手链 几年不见 妹妹也渐渐长成了大孩子 作为长姐小丽 还不忘叮嘱他们的学习 现在条件好一点了 应该努力 不然将来只能像自己一样 经常打工 随着鞭炮声响起 一家人终于团聚 遗憾的是 爸爸因为抢不到车票 没能回家过来 这个春节 只有五个女人一起过 破别了三年的故乡 还是有不小的变化 颇旧的瓦房中间 陆续建起了奇葩的小洋楼 而这些变化 都是外出打工带的 看到村里人过得越来越好 母亲的心里 也盘算着盖一座新 她看中了离闹市区不远的一块 两百平售价十五千 家里在省吃减用半年 应该买得起 在宽敞明亮的房子里 和一家人生活在一起 是母亲一直以来的梦想 两年后 设置组再次来到小丽的家乡 他们依旧住在老房子里 但问起原本要买的盖楼的计划 母亲很无奈 那年她好不容易攒了两万去卖 结果被城里投资的开发商截胡 他们已高于原价五倍的价格 抢下那块土地 现在建了一个大潮 那几年 房地产的旋风席卷了中国 甚至连这个偏远的乡下都没放 奶奶很遗憾 有生之年 她恐怕是无法住进西方 然而遗憾的是不止这一届 二枚高考落榜后也去了南方 跟着姐姐一起进场打工 一家六口人就这么四分五裂的活着 母亲说一年只通过中间 日子根本没法过 只有出门 打工才是唯一的希望 可白发苍苍的奶奶却认为 日子过得穷一点没事 一家人守在一起才是最幸福的 奶奶说自己没几年活透了 现在每天最大的愿望 就是可以多渐渐漂泊在外的儿子和孙女 带着老人家的思念 设置组来到了一千多公里以外的中山 2007年距离小丽入职已经过去整整五年 去年她刚被提升为车间组长 面对镜头小丽从容了很多 但还是很害羞 你怎么样 挺好的 当导演问她 这几年生活有什么变化的时候 她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小丽居然在一年前结婚了 这就是她的丈夫 在同一家工厂打工的陈小冬 满意吗 对对对对 因为厂里没有夫妻宿舍 所以现在两个人分开住 只有中午吃饭 小两口才能匆匆见一面 尽管每天相聚的时间很短暂 但夫妻俩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工厂里设置组遇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是小丽的父亲 她今年47岁 两年前入职变成了小丽的晚辈 因为工作经验不足 待遇要比小丽差很多 二妹娟娟也来了 虽然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 但她还像小时候一样 每天年在姐姐后面 2008年春节前夕 就在大家要回家过年时 南方爆发特大雪灾受大雪影响 火车全部停运 无奈在外漂泊的三人 在工厂宿舍吃了一顿火锅 就算是过春节了 2008年8月 期盼已久的北京奥运会终于开幕 就在所有海内外同楼 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 一件喜事件 人在小丽身上 她当妈妈了 岁月如歌 当年那个羞涩的少女 已经变成一个坚强的母亲 但不变得是她灿烂的笑容 小丽给女儿取名叫小小丽 她笑着说 做了妈妈 才体会到母亲当年 可小丽的产假 只有三个月 要努力赚钱 才能给宝宝一个好的未来 童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广东省很多外资工厂相继倒地 失去工作的人 踏上了返乡之旅 幸运的是 小丽所在的工厂 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休安产假的小丽 又回到了岗位 出来打工的第七个年头 小丽有了爱她的丈夫 收获了一个可爱的宝宝 小两口齐心协力 准备这一年 再做一件大事 这天 夫妻俩和妹妹来到一个崭新的小区 他们决定买房 把一家老小全都借来中山 33112平 小丽这一次没有犹豫 他们贷款15年 掏出了全部积蓄 刚好够手 一转眼 小小丽已经长大了 母亲也从老家赶过来 帮忙照看孩子 虽然每天上班很累 但是一回家 看到女儿的笑容 所有的疲惫和压力 都抛至脑后 没过多久 在同一家工厂上班的爸爸也回来了 今天是三妹的19岁生日 妹妹高中毕业后 没有选择继续读书 而是跟随两个姐姐的脚步 一起来中山打工 除了在老家不方便长途跋涉的奶奶 一家人总算又聚齐了 三年后 也就是2012年 当设置组再次来到中山的时候 却发现小丽一家人早已不见了中山 原来这几年工厂发生了天赋 副的变化随着业务转型 公司越来越注重高学历人才 像小丽这样的技术 早已不能满足公司需求 被淘汰是在所难 为了了解小丽的现状 设置组驱车前往了她在广东中山的家 结果到了才知道 几年前辛苦攒钱买的房子 一年前 小丽搬回了丈夫在湖北农村的老家 她没有接受采访 而是托人烧了一封信 给节目主 小丽说 她去年生了二胎 就辞职了 现在在丈夫老家 照顾受伤的婆婆 两个孩子还小 她想多陪陪他们 等孩子大一点 父母身体好一点 她会再出来找工作 辗转十年 从农村出来又回到农村 我们很难评判 这是好还是坏 如今只有父亲一个人留在广东 她还和以前一样 每个月寄钱回家 两年才回去一次 在漫长的岁月里 老二因为连续加班 搞坏了身体 回老家养病 老三逗逗转转 最后嫁回了河南 今年刚生了一对双胞胎 从河南的农村姑娘 到广东工厂的女工 再到母亲 他们一次次完成了身份的转变 整整十年 摄制组决定回到最初拍摄的地方 河南省连山村 还是那座平房 86岁的奶奶从十天前 突然卧床 她意识不清 但令人诧异的是 奶奶居然认出了 过去采访时 奶奶常说她什么都不懂 最大的愿望 就是孩子们能经常回来看她 如今 她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境界 只剩儿媳妇一人陪伴左右 前几天 看到一段外国网友 让四郎很受处的 她说 中国人看上去好像是 为了将每个人都在努力的份 但其实 在我们眼里 你们既不会生活 也不爱家 更不爱自己 你们真正爱的是什么 你们真正爱的是钱 你们的确非常的勤奋 非常的能吃苦 看上去有车有房 但实际上 你们是通过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 来实现自己的财富积累 我们认为的人生 是享受过程 你们认为 人生是比谁钱更快 我们认为 这样很不值得 你们既不去酒吧 也不度假 甚至周末都不休息 有的夫妻还长期分居 把孩子交给老人 自己外出拼命的工作 我们认为这样很不人道 你们除了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 根本就不跟孩子一起玩耍 你们也不关心孩子是否快乐 只关心他们考了多少分 你们都在说努力赚钱是为了下来 一辈子很不值得 在我们眼中夫妻长期分居几个月以上 那样的生活 我们就得考虑离婚 虽然你们存了很多钱 但是说实话 我并不羡慕你们这样的生活 我们觉得 做金钱机器的人生是非常可怜的 根本就不会生活不懂的生活 对此 大家怎么看 四郎来了 说出你的故事 每天都有新的知识 等着您去发现 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 订阅关注我 从此您将不再孤单 我将陪伴您 走过每一个日日夜 加油陌生人 加油吧